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分国民党左派右派 当然是国民党左派的投资 他的左傾 在《广州民国日报》写了一篇社论 那篇社论的内容也算荒谬 然后他继任了廖仲海 当做黄埔军下的党代表 他发表了一篇鼓励学生阅读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 及其他共产党刊物的份领 汪兆明说 本校学生为本党担负军事工作之中坚 除切实接收党的训练 努力研究本党主义外 凡本党一切之出版物 皆需细心越南之外 更必须注意世界潮流 所有关于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等书籍 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 而极力援助本党之出版物 除责成政治部随时扣字外 本校学生皆可扣月 这个训练很清楚就是 同情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 而极力援助本党的出版物 你也是要买的 要扣月的 那其实是说什么呢 是说共产党的喉舌 包括响道 以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部 中国青年等等 这些所谓共青团的机关部 共产党的喉舌 你都要黄报军校的学生去扣月 到了1926年1月12日 国民党在广东的军事委员会 即是汪兆敏做领导的军事委员会 决议将黄报军校 改成中央政治军事学校 将黄报军校改名 改成中央政治军事学校 在1月19日 决议仍然被蒋中正做校长 汪兆敏做党代表 提到这一笔 刚才我提到 这一笔 这个 蔣中正的名字没有出现在 国民党上海中央召开的 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 在选举产生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 25个委员名单之中 对于在广东的黄报军校 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没有提到要改名 也没有提到换党代表 理论上是否权力就在他那里 但因为两个党中央 广东那个当然是广东主席 黄报军校在广州黄报 所以广东仍然是 掌中正做这个 改了名黄报军校 改了名做中央政治军事学校的校长 改制之后的军校政治教育加强 而政治部的地位就提高 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 就任令这个共产党分子 这个也是 邵力子做这个政治部主任 这个邵力子做这个黄报军校 改了名叫中央政治军事学校的政治部主任 之后就立刻奉命去苏俄考察 是吧 是吧 邵力子严格来说 他也是国民党 他是亲共 是吧 他不是后来变成共党分子 是吧 那当时这个政治部的秘书 和那个副部长 这个洪略就是副部长 秘书就是那个杨其江 两个都是共产党 是吧 再加上当时的这个政治教官 混代英 这个也是共产党来的 很出名的 那这一班共产党徒 在这个黄报军校 改了名叫中央政治军事学校 就散播共产主义思想独数 挑拨国民党党员和共产分子之间的冲突 这样 蔣忠正在出席这个1926年2月1日的校务会议之后 这个中央政治军事学校 即是黄报军校的校务会议之后 看到这种形势 他曾经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他就说 校势婚如乱思 不知如何脈理 心思欲苦 而危险之程度 亦欲争矣 这个应该是在 蔣忠正 这个中国国民党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报告词里面 有提到的 这一班共产党分子 对这个军校学生实施 共产主义思想独化教育的计划 他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 第一是利用军校里面的 共产分子个人所主持的社团 即是里面的组织 在军校里面去宣传 造成一种政治科排第一 那间是军校 但是将政治排第一 优秀分子进入政治科 这个政治科 你去军校读政治科 比其他科更加有前途 所有进入的学生 那些共产分子 想办法引诱他们 你填政治科 于是令到 第四第五期的政治科学生里面 共产党的分子是佔多的 这个其实做法就是 共产党一直都会做这些事情 在这些组织里面 不断地渗透 是吧 扩大组织 他利用这个政治科 是吧 去吸收一些年轻人 去加入共产党 所以将整个三民主义的理论 或者这个国民革命的理论 浸入这个所谓共产主义的思想里面 扭曲了这些相关的理论 是吧 就是歪曲了这个国民革命的本意 是吧 这个已经是去到一个 很过分的地步 而汪兆明 在黄埔君后 是中国国民党的党代表 是吧 他对于这些共产分子 是吧 特别是政治部的人 是吧 这些所作所为 喂 大哥 你完全 好像熟视无睹 是吧 放任 是吧 但是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 因为他已经归了边 其实他归边 不是真的信仰共产主义 他归边 不是真的他对共产主义的了解很深入 他归边 不是因为他真的相信 孙中山的理论 和共产主义的理论 本质相同 不是 完全是因为他要 保持他自己 在国民党的领导地位 而他当时能够成为国民党的领导人 是吧 在孙中山死后 胡汉民就被放逐 是吧 大季徒又离开广州 等等这些国民党重要的领导人物 全部都离开广州 然后他才可以坐上这个国民党领导的位置 没有暴罗亭 他就坐不到这个位置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傀儡 但他是不是真的很清楚 好像他写的那篇文章 说这个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这个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和孙中山的思想 其实也是没有分别的 他是不是真心相信这个东西 当然不是 所以他做了这个黄埔军校的党代表 继续这个廖仲凯 做黄埔军校的党代表的时候 就是国民党的党代表 他是坐视共产分子 特别是这个黄埔军校里面 政治部的这班人 是吧 在这个黄埔军校里面 去吸收一些年轻学生 去加入共产党 要撞大他们的势力 即是要去掩红这个黄埔军校 所以我们一说黄埔军校 大家都知道 很多国共一级的将领 都是出自这个黄埔军校的 但大家不要忘记 黄埔军校的校长 就是这个蔣宗正 是孙中山委任他 做这个黄埔军校长 是不是 他做军校校长的期间 也都要东征西土 是不是 就是 到处去打仗 打些军阀 所以他对党务 他一直都没有过问 刚才我们提到 就是 就是 当时他这些 就是 所谓的感想 就是 这个就是 国民党四传大会里面 在蔣宗正的一篇文章里面 就有提到的 是吧 其实在他日记里面 也有提到的 就是目睹这种情况 他是觉得 就是很危险的 那你 汪兆明作为党代表 你有没有矫正这种情况 没有了 是不是 于是就令到 就是 整个 在广东地区 广州的国民党中央 这个真正的国民党中央 这个真正的国民党中央 业格尼说 上海那个 你都不会承认他的 是不是 那 就完全是共产党所把持 所以 到了民国十五年的 1月1日至19日 国民党就在广州 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个全国代表大会 和上海的全国代表大会 是不同的 这个党代表大会 共产党基本上 是可以完全操控的 所以你看看中国国民党的历史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就在孙中山主导下召开 是国民党改组 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接着一路数下来 就数到现在在台湾 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 中共十九次 国民党也十九次了 这是第一次 其实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早于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但是国民党是改组之后 就是中华革命党又改组 叫中国国民党之后 而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作为一个革命团体 他前身是同盟会、卿中会 然后到国民党 然后再变成中华革命党 然后再变成中国国民党 当然他的历史 是比共产党要久 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 国民党呢 他前身的革命团体 是在十九世纪末就成立了 所以在民国十五年 1925年的一月 就是在广州 这个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共产党就要去把持 控制这一次会议 将国民党就塑造成为左派 就是国民党的左派 和共产党联合的中央 当然当时主导这个党代表大会 仍然是国民党 不过那些叫国民党左派 共产党就要控制 这个党代表大会 所以他千方百计去破坏这个党代表大会 希望造成共产党的势力 经过这个二次 国民党二次党代表大会之后 就更加创大 关于这一笔 我们在下一集再讲 这个共产党如何效法 当初他去破坏国民党第一次 党代表大会的顾忌 争取共产党分子 即是出席大会的党代表的名额 整到党代表基本上是乱了 很多这些方法 这个我们就留在下一集再讲 这一集讲了中国国民党在上海中央 召开第二届的中国国民党全体会议 然后现在在广州 亦都有一个中国国民党第二次的全体会议 即是全国会议 或者二大 骂商包 那谁拿出席呢 下回分界 下回clock 下回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